這次目標就是希望可以200公尺碟士可以打牌這樣子 決心的狀況怎麼樣? 目前狀況因為前幾天有發燒然後拉肚子的現象 不過我覺得恢復的狀況蠻好的 然後賽前的調整也都不錯 然後希望比賽的時候可以順利 因為已經25年沒有得到 游泳團隊已經沒有得到亞運的牌 那上次得牌是你的教練王教練 那這次有沒有信心的課哨肌球所以選師傅的腳步 就是一步一腳印吧 然後把所有賽前的調整都做好 然後按照自己的節奏 然後朝著自己的目標 然後跟教練一起去努力 目標最TOP吧 金牌 那自己的期許就是勞遠A標 就比較希望可以到明年的參賽程度這樣 這體能狀況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 就比較跟以前比起來比較穩定 就是可以比較好掌握自己的身體的能力 或是說配食都比較好掌握這樣 謝謝你 謝謝你 ...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